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缤纷的生活色彩 静谧的自然气息 醇厚的文化积淀 都与我们尽在咫尺 久不其达 不仅是空间上的便捷 更是时间上的收获 刹那芳华 时光留下最珍贵的故事 每个故事里的主角 都希望成为最好的自己 但总有一些困扰 迫使我们妥协 刚到澳洲的留学生 需要真正长大 独立照顾自己的一切生活 妈妈 我下错站了 怎么办啊 妈妈 我下错站了 怎么办啊 妈妈 我下错站了 怎么办啊 年轻的妈妈 刚下班 她想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为家人做顿可口的晚餐 陪着儿女移民澳洲的老两口 定期去医院检查 康复 希望早点治好多年的老毛病 接下来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 对 我恐怕这是唯一的选择 没有灯两个月 那是牛丹 当时间变得窘迫 我们离希望的那个自己 似乎也更加遥远 于是 我们需要打开一扇门 我们得到的 不仅仅是舒适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 我们开始收获时间 拥有更多的时间 成为那个真正的自己 我的时间卖得更多了 而且因为学幼教我的关系嘛 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帮助小朋友 我觉得特别开心 非常好 拥有更多的时间 给家人更多的关爱 搬到新家以后 我觉得生活便捷了很多 这样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我能够买到很多新鲜的食材 去给孩子补充营养 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的妈妈都希望的生活状态 拥有更多的时间 完成我们的梦想 自从搬到这里 干什么都没有方便 到医院更近一些 对我的康复治疗呀 比较容易 像我的一些老毛病呀 现在都好了 我们现在下一步计划 也是想着和我老伴儿 两个人玩世界 对他紧紧地过了后半生 九步之间 谱写我们的故事 成就最好的自己 九步之间 沉淀辉煌 铸造永恒 九步之间 打开时光之门 直达品质生活 这里 就是我的家 九步 抵达美好生活 完孔 五步 争估计业 参加 作为 慣